接上集 我不小心遛了CP两次后 接着他就疯狂报复也遛了我两次 由于我不想掉大分只能表演才艺求饶 啊 唱歌行吗 可以可以 那我可要开始了啊 鲁克 别发呆 看我早期是哇塞 你这唱的啥呀这是啊 上次不许唱了 啊 于是我就掉了把大分 呜呜呜 我太难了 肯定是衣服的问题 咱们换上一套小黄鸭 我就不信还能撞到这个臭男人 简简单单搜了点装备之后 我也是跳到了农场的漏斗里狗个分 这时队友突然被打倒了 等等 这不是我CP吗 诶 兄弟有话好说 别补别补别补 本来我想着去救他的 可是我们离得太远 过去也来不及了 不是 一号你狗什么分啊 不是 狗分也有错吗 唉 要不你还是把我捕了吧 兄弟 我队友离我太远了 叫你跟我狗分你非要去钢枪 这我也没办法了 毕竟我这里也没车 后来他又说话了 兄弟 我队友在农场的大漏斗里面狗分 你去打他吧 气死我了 哇哇哇 这队友怎么还给这个臭男人爆点呢 就在我想转移阵地的时候 突然想到个好玩的 刚好这两天买的便生气到了 正好逗一逗这个臭男人 过了一会还真的来了一台车 也不知道是不是我CP 他好像停车了 喂喂喂 里面的人给我出来 听到了吗 果然是他 快点 不然我可就扔火进来了 还是一如既往的粗鲁 现在打开我的便生气 唉 别一别 我出来还不行吗 小哥别打别打 我这不是没打你吗 还好你遇到的是我 要是遇到的是别人 可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 好呀你个臭男人 对别的小姐姐都这么好的吗 对对 小哥人真好 走吧 上车 我们先跟上去 反正他还不知道是我 待会倒一逗他 看看他什么反应